回顾2021年,郑州楼市促销手段频出,各种节日折扣,特价房源团购优惠,开盘抽奖争香上演,打折促销,手段层出不穷,让购房者演化缭乱,进入十二月,年底的楼市促销在今年又玩出了新花样,近日,笔者从市场了解到,在分化不断加剧的市场环境下,一些热度一般,销售压力大的片区,房企促销热情高涨, 部分楼盘加大促销力度,推出买一套送一套,买房赠送70年物业费等活动,众所周知,郑州早在2016年就开始施行限购政策,而一般情况下,物业费也是持续缴纳给物业公司开发商对于送房送物业费的承诺,真的能够兑现吗? 大核报笔者对此展开调查,年底促销楼盘增多,大幅度优惠多载交去,笔者调查发现,随着年底的临近,郑州多家房企纷纷选择促销走量,举办各类营销活动吸引购房者,笔者留意到十二月初,不少中介人员开始刷屏在朋友圈推荐两个楼盘, 一个为大学南路地铁口现房叠数,买一送一,另一个为买房急送七零年物业费,均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,笔者联系到中介经纪人王峰了解情况,对于大学南路地铁口现房叠数,买一送一的房源,王峰表示,该活动是真实有效的,然而,郑州早在2016年就实行了限购政策,该处为新郑龙湖镇的承担,郑龙府项目又属于限购区域, 像这样,买一套送一套的政策,该如何解决限购问题呢?王峰介绍,因为备案房源为两套,所以建议购房者准备两个户口本,但是如果一定要挂在同一个人名下,售楼部也会帮忙解决,不需要业主操心,对于打出买房赠送七零年物业费的楼盘, 王峰表示,该项目买房赠送七零年物业费的活动,于12月12日正式结束,买一套送一套,限购政策下不要有侥幸心理,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,在郑州此前宣传的,买一套送一套的楼盘中, 多维,老夫的公寓,规划成双入户公寓的案例,也有,买一套住宅送一套公寓,的案例,但不存在,突破,限购的情况,那类似城南郑农夫此次,买一套住宅送一套住宅,的情况,是否真的存在可行性呢? 据了解,目前郑州的限购政策是,本市户籍家庭在限购区域内限购两套住房,所以对于名下没有房产的本市户籍家庭来说,即使多赠送一套,也满足限购政策的要求, 但对于名下也有房产,或是其他不满足条件的家庭,个人来说,则存在较大的购买风险,此前,郑州市房管局市场监管处的负责人,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曾表示,不要轻信受楼补, 中介口中任何刑事突破,限购的方法,除了售楼部,中介之前的预审核,房管局在备案之前,也会再度审核购房者的购房资格, 已经查出材料造假或者资格伪造,都不会预议合同备案,请购房者不要有侥幸心理,买房送物业费有先例可循,但也主要警惕购买风险,逼者调查发现,买房送物业费的促销方式在郑州早而先例,此前多已, 二,10年的年限来赠送,对于这种听起来很有诱惑力的优惠方式,部分购房者却心存疑虑,毕竟开发商的承诺未必能一直算数,如果将来换了物业服务公司,那后面的公司还认账吗? 对此,笔者向多家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了解情况,他们均表示,在接手项目时,一般都是跟开发商签订合同,在此过程中,如获知有免物业费人权的信息,则会提前要求开发商承担相应的免单费用,否则就只能业主自行承担, 开发商承诺赠送物业费的行为是否合理合规,有无风险,针对这个问题,郑州市房管局物业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,郑州市物业管理条例中,并没有出台相关规定,具体情况他还需要去了解一下, 北京金苏律师事务所主任王玉成告诉笔者,这种情况存在风险,首先,开发商和物业公司是两个在法律上相互独立的公司,开发商的承诺不等于是物业公司的,其次,即使现在物业公司同意,但是未来如果换了物业公司呢,又是一个新的公司,最后,不少开发商往往只是一个项目公司,若干年后是否还能找到人尤为可知,无独有,据媒体统计, 11月以来,至少有10个地方出台鼓励性的购房政策,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,包括湖北京闻,江苏南通海岸,重庆万州,河南开封,河北宝定,河南新乡,广西桂林,浙江金华武艺,安徽武湖,湖南衡阳等,这其中既有常见的人才购房补贴,也有过去几年司空见官的七税补贴,新市民购房补贴等, 还有三孩家庭买房,奖钱,政策,而桂林的购房激励及面向消费者,又面向房企,堪称一个罕见的新招,面对这种景象,人们难免有点困惑,在房地产市场上,又要脱市了吗? 这样的现象值得认真分析,不得不承认,2021年的楼市可谓一波多者,三道红线上线,房企和个人贷款受限,房企爆雷现象时有发生,楼市全年弥漫着悲观情绪,更重要的是,这种悲观情绪对消费心理的影响不可忽视, 在消费者那里,买涨不买跌,是铁的定律,不用特意去调查,留意一下身边人群就可以发现,在这段时间,不少人准备入手的人,哪怕是基于刚性需求,也选择了忍耐,进入持币观望的状态,一边是大量的刚性需求被抑制,另一边则是高企的库存。 一局房地产研究院发布最新一期,全国百城住宅库存报告,显示,截至11月底,全国10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,库存总量为52,110万平方米,环比增长2.1%,同比增长2.1%,库存环比数据出现连续4个月环比正增长现象,而同比则连续36个月保持正增长态势,当前百城库存规模为 2016年8月份以来的最高值,即创下5年来的新高,毫无疑问,库存风险若不消除,对于房企的经营目标完成和债务风险的化解,都会形成障碍,进而会对经济基本面形成传导效应,带来一定负面影响,而对三四线城市来说,去库存的压力明显更大,面对这种情况,近期土地,融资,预售端的利好政策不断涌现,有利于房地产再融资, 有望缓解房企资金链压力,但这些还不够,还需要对消费端进行适当的刺激,多个城市出台刺激住房消费的政策,自在情理之中,但是如果要说这些城市是在脱市,则有些言过其事,于对消费者来说, 住房属于大宗商品,这些补贴就只能说是锦上添花,要达到托市,的效果应该是勉为其难,另外,如果是炒房者,其需要的是房价上涨的预期,而不是购房过程中可以得到的, 三挂两枣,一些库存高的城市,出台刺激住房消费的城市是不得而行之,并不能算是托市,能否起到促进消费的效果, 仍有待观察,至于三,四线城市近期频发鼓励购房政策的原因,笔者认为,主要是由于这部分城市人口流出严重,经济基本面较差,房地产市场趋化压力大,同时导致开发商回款压力加大,此时推行购房补贴政策,有助于提升楼市活跃度,提升购买力,同时促进房企增加销售回款,降低烂尾风险, 符合房地产市场健康良性发展的基调,事实上,今年三季度以来,受严格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及信贷收紧影响,购房者职业情绪回落,全国新房,二手房和土地市场快速降温, 9月底至今,连续释放维稳信号,提振市场信心,部分城市出台扶持政策,但当前市场调整态势仍在深化,信贷环境改善尚未传道之市场端, 购房者预期好转迹象不明显,直至12月,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2年房地产市场定条,一方面坚持,房住不炒,定位不变, 另一方面,明确,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,因成失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, 鉴于此,预计短期内,各地将全面落实,因成失策,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举措,更好的支持手套,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, 加快实现房地产业的合理循环,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了,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, 欢迎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,请订阅并分享,我们下期见。